宁波的小胡反映,他两年前认识了一位网络女主播,在对方身上花了将近90万,都已经谈婚论嫁了,女方却反悔了,他发现对方一直有男朋友。 小胡今年29岁,开了一家电商公司,年收入说是不方便透露。 他说平时喜欢打游戏,经常看游戏直播,2016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,他在网易CC平台上,看到这个女主播在唱歌。 小胡说,之后一段时间,他每天都看对方的直播,也会在平台上送一定金额的礼物。 两人后来加了微信,每天都聊到半夜两三点,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。 他提出见面,对方反复了好几次,而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看直播刷礼物。 有时候一万多,有时候几千块,最多的一次是,就是2010年最多的一次,一个月刷了将近三万吧。 你都没见过面,为什么要刷这么多? 这时候倒是就是被迷住了那种感觉吧。 我们这些朋友都一直劝他的,不要花了,不要花了。 我们知道肯定是被,这种都是骗的,骗了这么多钱, 我们对他,我们对他,也替他感到心疼,他还是要去刷嘛。 按照小胡的说法,他刷了一年半的礼物,花了30万, 在去年12月终于见到了真人,之后两个人会不定期地出来吃饭逛街。 女方说要在宁波买房,他还给了10万块,但两个人没有确定关系。 也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,我认为一下,我追其他女孩,我那么快, 有时候一个星期就在一起,追他两年多,他激起了我的好度心,好胜心, 就是一定要把你追到手的那种嘛。 采访过程中,这个女主播在平台的直播开始了, 小胡用小号随机点首歌,她选择了梁静茹的勇气。 勇气是吗?要不要给你来一首分手快乐? 这首歌我唱得比较多一点,勇气我还真的没唱过。 我怕一会儿给你吓不吓着了,先来一首,拿手一点的。 我们暂且叫他小丽吧,小胡说小丽之前唱歌确实不错, 后来生了一场病,现在呢有些走音, 也正是那次生病,让两个人的感情进了一步。 今年三月,小胡接到消息,说小丽脑出血, 在医院住院,她马上赶到了医院。 小胡说,经过这件事,两个人关系静了不少,确定为男女朋友。 六月份小丽出院之后,他们一起去东北玩了一次,旅途中出现了矛盾。 比如说我有一个旅游景点的,车没搞清楚,她就在能骂我半天, 我都不,我不会还嘴的,我又不说话。 她老是就拿她,就男朋友跟我比较嘛。 本来一起出去旅游也是想要看一下两个人能不能处得来, 平衡一下感情什么这些的。 小丽下直播后,记者跟她取得了联系。 她说自己之前生病了,小胡的做法确实让她很感动。 两个人也互相见过家长,但自己爸妈的意思是再接触接触, 自己也努力过。 有些东西,所以说人家说为什么,不管怎么样, 你没关系,要现实走一走。 你光是手机什么聊天的话,肯定都是比较客气的。 那你在生活中,点点滴滴,除在一起就不一样了。 那我感觉就是有点蹊跷了。 然后我就去调查她了。 她后面就查清楚了,她其实一直有男朋友的。 小丽说,那是自己的前男友,只是偶尔有联系。 小胡两年多,给自己刷了大概30万的礼物。 自己大概能拿到10万,不过这并不算多。 她最狂热的粉丝,两个月就能刷到30万的礼物。 她表示,买房的10万,还有看病的15万,她答应还给小胡。 不过自己生病刚刚出院。 那我经济方面本来就比较脚趋,然后,那我说每个月还你一点, 他逼着我们立马要还,然后,嗯,我说没有钱, 然后他去找人,然后我再闹啊,所以后来我没有干家了。 小胡这边的经济账却不止25万, 他列的有刷礼物40万,看病和买房25万, 买其他礼物20多万,加起来将近90万。 如果对方拖着一直不还钱,他会向法院起诉。 我自己开的公司,我对现在公司事业上, 我现在一点心情就都没有,去操心情都没有。 还有我现在,就这半个多月,我人报受了20几天, 走不出来就是说,感觉就是说,被骗啊,那种滋味, 很让人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。 你现在对他是恨多一点还是爱多一点? 恨,只有恨,没有爱了。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 关注188黄金眼,看百态人间事。